土豆 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谷阿姨 今年不到六十岁 一家四口人 全家人的生活在谷阿姨的精心打理下 简单平静而又幸福甜蜜 谷阿姨喜欢研究美食烹饪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 每天谷阿姨把握着时间 热气腾腾的饭菜 一定是在小两口下班前摆在了餐桌上 看看这餐桌上 有汤有菜有荤有素 谷阿姨每天精心准备着 想的就是营养丰富 味道可口 孩子们能多吃一点 可是任凭谷阿姨花费多少心思 这儿媳妇的筷子 专向一个盘子里身 吃点米饭你别忘了吃土豆 天呐 没事土豆和米饭的一样 它都是减肥 都能补充能量 那能一样吗 那米跟米都跟土豆能一样吗 没事从能量来说是一样的 可以补充能量 今天那不吃饭 为了减肥 为了减肥 一天到晚就不吃饭 减肥在道路上是不能有不食的 你咋骂的我赶紧吃点主食吧 减肥到晚那不是主食的意外 也没见得瘦一下 马上就瘦了 小敏今年24岁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说不上轻瘦 但也是身材匀颤 可小姑娘爱美 身高1米6 体重53公斤 小敏非觉得自己胖了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 一天到晚 把减肥挂在嘴边 就是减肥的道路上 是不能有主食的 所以我最近就不吃主食 可是我又怕营养缺失嘛 说土豆现在已经可以列为主食 可以替代主食补充能量 所以呢 为了能量权衡一点吧 我就天天吃土豆 土豆学名马铃薯 原产于南美洲的安地斯山区 人类最早食用土豆 要追溯到八千年以前 土豆传入我国 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土豆产量高 营养丰富 可以作为蔬菜 制作成菜品 也可以作为主食 0.25公斤的新鲜土豆 能产生一百多千卡的热量 而且食用后有很好的饱腹感 难怪谷阿姨的儿媳妇小敏 为了减肥 每顿饭只吃土豆 不吃主食 也不觉得饿呢 真是一举两得 小敏心里有着自己的盘算 那么土豆代替主食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 就一个是碳水化物 我就说了 另外它含水分量相对多 含一定的纤维量 散食纤维 那么这样它相对的松软 蓬松 同时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散热结构 是高能 为什么 因为有高脂 高蛋白 能量高 而这个呢 它的体积大相对的 能量密度比较低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里头 像它的这个维C啊 包括钾啊 它这个含量 也都是相对丰富的 如果作为主食吃到一定的量 它对于我们整个膳食结构的调整 是非常有帮助的 2015年 我国已经启动了土豆主食化战略 推进把土豆加工成馒头 面条 米粉等主食 土豆将成为稻米 小麦 玉米之外的 又以主要粮食来源 土豆没有异常的味道 作为主食 它却又有着比米面更多的优点 土豆蛋白质含量高 并且含有人体所必须的全部氨基酸 特别是含有骨类缺少的赖氨酸 因而 土豆与骨类混合食用后 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 土豆也是所有粮食作物中 维生素含量最全的 土豆的维生素含量 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 大白菜的三倍 番茄的四倍 B族维生素更是苹果的四倍 特别是土豆 还含有和骨类粮食里 所没有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土豆所含的维生素C 是苹果的十倍 而且还耐加热 土豆营养丰富 可以作为主食 又可以作为菜鸟 更重要的是 儿媳妇爱吃 于是 几乎每隔几天 果阿姨就要买上一袋土豆 存放在家里 要是赶上阴天下雨 不方便出去买菜 果阿姨能用家里的土豆 变换着花样 做出好几道菜 买得多了 经验也丰富了 果阿姨有着自己挑选土豆的 小窍门 像这种土豆 起皮的 就是那种面土豆 做出来比较面 嫩的土豆 特别适合用这种土豆 你像这种光花呢 就属于特别脆的土豆了 你适合炒土豆丝啊 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咱们从外观看不出来 买回家去以后呢 咱们做的时候才能发现了 你把比如你切开了以后 你发现油的里头是黄炸的 油的里头是白炸的 黄炸的呢 就是这种就是比较面一点 口感就是觉得特别软 白炸的呢 就是那种脆形的 口感呢 有点发甜 再有你像这种土豆 有一点发绿的 就不要吃它们的 这就属于好像 有点不太熟的那种土豆 凭经验 谷阿姨觉得表皮发绿的土豆 生牙子的土豆 有一种毒素 不能吃 可是 这究竟是不是毒素 这个土豆呢 就是说发芽了 有芽的地方一定要抠出来 那么其实呢 就是在光照的这个情况下 有的时候皮也会发青 这个呢就叫龙葵素 这个呢吃进去多了呢 它是会导致这个食物中毒的 拎着一袋子土豆 谷阿姨回到家 李叔叔赶紧接过来 这沉淀淀的袋子 拿出土豆一个个地放进冰箱 这五六斤土豆 怎么也得吃上个三四天 冰箱里温度低 想当然是放在冰箱里 能够保鲜呢 那么这样做好吗 土豆呢 就是从挑选和储存 最好呢是闭光 温度相对低的情况 但是呢不要冷藏 有的喜欢烤土豆 或者是做成那个丝儿以后再去烤 或者是就是烹炸 就是冷藏就是八度以下 尤其是四度以下冷藏的土豆 它的那个叫那个丙烯香含量会增加 实际上就是室温偏低 避阴来存放就就好了 丙烯鲜岸是一种白色晶体的化学物质 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在经油炸之后都会产生丙烯鲜岸 经过冷藏的土豆 在油炸烧烤时 丙烯鲜岸含量会高于闭光保存的土豆 目前也有显示 丙烯鲜岸可致癌 所以为了使用安全 土豆不能放在冰箱冷藏 其貌不扬的土豆 也要精挑细选 保存得当 这样在我们的晒石结构中 土豆才能发挥它的重要的作用 食物只有黑白两色 你该怎么办 色素是食物的诱惑还是毒素 科学实验告诉您真相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色素食物的伴侣 现如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人们的自身健康意识 也逐渐增强了 尤其是入口的食物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而食物中的食品添加剂 成了人们关心和讨论的焦点 其中色素更是到了 让人盘起它都色变的地步 我们跟小孩也说 这里边有色素 有什么添加的东西 不要吃 我感觉是不好 因为色素对人挺有害嘛 颜色比较鲜艳的东西 我从思想上是排斥的 食品添加的也是那种上网子 那视频上小孩吃了 对他这神奇肯定是 我感觉着没有多大好吃 现在人做东西 好多都是添加的 也不懂嘛 都添加的 有其他东西 怕小孩吃了不好 觉得不健康 是那种化学的东西 就觉得不想吃 由此看来 关于色素 人们还是非常排斥和抵制 尤其是有小孩的家里 大人们都格外注意 食品中的色素 我们都知道 色素是食品添加剂的一种 人们既然这么讨厌 食品添加剂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食品制作当中不加入呢 食品添加剂都是食品当中 就是说不可或缺的一种配料 应该是这么了解 加了食品添加剂以后 它可以提升食品的质量 包括食品的安全水平 食品添加剂可以增加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那人们为什么还会这么排斥呢 家主河南的小刘 平时喜欢吃零食 家里的零食也是各式各样 非常齐全 这不 又到了周末的休息时间 小刘就坐在沙发上 开始了他的临时大战计划 吃点这吃点那 一刻也不闲着 虽然知道里面有色素 可他吃得高兴的时候 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但是自从有了小宝宝后 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给孩子买东西都不买淡颜色的 因为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吃 那个时候吃一些那个 像巧克力豆啊什么 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那种颜色 红色或者是黄色 吃完之后都就是树口啊 树也树 还是那个颜色占了很久 所以现在的小孩都不太喜欢 让他们吃这些东西 初为人母的小刘 对宝宝的照顾非常细致入微 尤其是从嘴上进行控制 以前自己去超市买东西 喜欢就拿 现在每次去超市的时候 小刘都会细心挑选 看看里面的配料 营养成分 添加剂 色素等等 各种食品添加剂 包括食品色素 首先是安全上 一定要经过风险评估 一定要证明对人体是无害的 才能够允许使用 买东西的时候 看一下 尽量接近那个自然的颜色 去给小孩去买 小刘及家人朋友 对色素之所以存在怀疑 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商家 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标准 另外一方面 就是小刘对于色素本身 并没有那么彻底了解 食品色素 还是就是为食品着色 是食品当中能够保持一个养消费者 比较喜欢的这么一个色素 这是它的主要功能 所以如果提到色素 色素就是这个功能 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必须看到 就是有的色素 除了这个 它着色的这个功能以外呢 它有保健功能 色素不仅不会带来危害 还有一些有益的功能 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也是小刘所不能理解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食品色素 一般我们分类呢 把它分两类 一类就是天然的食品色素 另外一类就是合成食品色素 一般情况下 人们所说的色素 基本上是指人工合成的色素 人工合成的色素 都是将原料 通过化学的方法来合成的 它的色彩比较鲜艳 稳定性比较好 价格也相对便宜 但是它的安全性 是让很多消费者 产生质疑和不放心的 这也是人工合成色素 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另外 由于人们本身 对色素的抵制情绪 所以往往也忽视了 一些色素的好处 大家老百姓都能够明白的一个 就是贝塔胡萝卜素 贝塔胡萝卜素 都知道贝塔胡萝卜素 是一个可以做营养强化剂 但贝塔胡萝卜素 它也是一种色素 包括就是说 像我们 番茄红素也是这样 番茄红素红颜色的 抗氧化的 番茄红素不单就是说 可以在食品当中用 还可以在口红里面用 正是因为对色素的不了解 人们才会被网上的种种谣言 以及那些所谓的经验欺骗 而像番茄红 贝塔胡萝卜素等 这样的色素非常多 枝色黄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天然色素里面的植物色素 从植物里面提取的 它既有这个角色的功能 也有这个保健的功能 所有的天然色素都是来源于 花果还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 所以它是比较安全和健康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天然色素 我们来到了 枝子黄的生产线 一探究竟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都是经过检测合格的原材料 枝子果 筛选后的枝子果 经过传送带来到了生产线 生产枝子黄的方法 有乙醇溶液提取法 水提取法等 在现代化的工业里 枝子黄色素的生产流长 都是在这些平平冠冠中完成的 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 与人工合成色素制作 有什么不同 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最后干燥得到枝子黄色素 在耐光性上和耐热性上 都是非常好 PH值范围还宽 那么它广泛用于各种食品中 比方说糕点 糕点的表花 比方说是糖果 比方说是饮料中 比方说面制品 很多的天然的色素 因为就是从天然食品 或者食物当中来的 那么它的安全性 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的检验的 看完生产线 我们再来用科学实验 来告诉您色素的真相 我们的记者拿着市面上一些 写着使用天然色素 和合成色素的食品 来到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首先 我们要检测的就是 食品包装上标明的是否是真的 通过叶象色补仪的检测结果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多个峰值的是 枝子黄 天然色素 而只有一个峰值的是 合成黄 人工色素 这都与包装说明相符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检测天然色素中的 农药残留情况 才能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 根据检测报告 我们可以看出 ND表示未检出 说明天然色素 确实存在源头上保证了安全 降低了农药残留 同时 植物本身的一些益处 也在天然色素中得以保留 可谓一举两得 其实 色素的应用非常广泛 不仅在我们的食品当中 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比如 做蛋糕 衣物染色 化妆品 染发剂 冰激凌 糖果等等 都与色素的应用分不开 很多人会说 既然天然色素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一种 既保证了颜色 又保证了安全性 那么 只要是天然的食品添加剂 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 这种想法 其实也是不靠谱的 老百姓 就对很多 就是整个对食品添加剂 大家好像 都感觉到 天然的好 这个 包括 其他的 也就是天然的好 其实 天然的 未必都好 合成的未必 都不好 那么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讲呢 要用现代科学 再来分析 再来评价 经过专家的介绍和实验的验证 我们想对广大消费者说 大家在选择消费食品的过程当中 要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来看待食品的颜色 不要过分追求 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同时 也不要盲目地跟风 好与不好 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检验 才能判断 更不要让色素 吓破了胆 不敢选颜色鲜艳的东西 杏仁 八蛋木 傻傻分不清 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怎么食用最健康 今日科技之光为您解答 长相相似的坚果 今天是周末 小陈趁女朋友外出的机会 特意去了趟楼下的小超市 买了一些杏仁 想着回去做好杏仁豆腐后 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回到家后 她正准备清洗买回来的杏仁 突然传了一阵敲门声 小陈赶紧放下手上的事情去开门 原来是自己的老同学来了 安东哥 你干嘛呢 买了点杏仁 想给女朋友做个杏仁豆腐吃 这么厉害啊 还会做杏仁豆腐呢 还行吧 咱们过去看看吧 你看 这好像不是杏仁吧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连杏仁都不认识呢 为什么小陈的同学会说 小陈买的不是杏仁呢 是小陈弄错了 还是同学在开玩笑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我们带着小陈买的杏仁 来到了中国坚果协会 请这里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这究竟是不是杏仁 这个就是扁桃仁 我们所称八大木 这个被专家称作扁桃仁的坚果 为什么和杏仁长得如此之像呢 扁桃仁的原产地是中亚 我国新疆地区也有生产 称为扁桃仁 它因为外貌和杏仁有极高的相似度 所以一直以来被当作是杏仁出售 但其实扁桃仁和杏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坚果 扁桃仁是扁桃的内核 杏仁则是杏的内核 而扁桃和杏在植物学上来说 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大家都知道 杏仁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那这个长得和杏仁差不多 但其实另外贪物的扁桃仁 在营养价值上 是不是也能媲美杏仁呢 我们中医中药的理论来说呢 就是因为它植物属性不一样 所以它的性能也不太一样 性能它比较凉性 比较凉的 而扁桃仁它属于温性 就是它这个植物的就比较温一点 那么从我们现在的营养学来讲呢 就这两个坚果 它的营养的含量应该说呢 都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热量 脂肪 蛋白质 铁 鑫 钙 还有核黄素等等 它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就是扁桃仁的脂肪含量 要高于杏仁 既然扁桃仁具有如此之高的营养价值 那平时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知道杏仁还分甜杏仁和苦杏仁 烧不留舌吃错了 那可是要命的事 那这长得很像的兄弟 是不是也有什么禁忌呢 就是在吃的量上 不要吃的过多 现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权威机构 推荐的每人每天的食用量 是25克到35克 那么就相等于 每人的手心里一把 所以现在我们倡导的是 每天一把坚果瓜子 有益心脑健康 第二点呢 坚果虽然都可以吃生的 但是呢 我们也不倡导吃生的坚果 还是要吃熟制的坚果 比较安全 扁桃仁不是杏仁 却和杏仁长得类似的样子 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方法和窍门 来快速的区分呢 其实代壳的是非常好区别的 就是杏仁的外壳是非常的平滑光亮 然后扁桃仁的外壳 它上面有一点一点的 像马子一样的点点点点的 所以是非常好区别的 这是意义 然后它的人 人呢应该这么讲 它的这个里边 扁桃仁跟杏仁 它都有纹路的 就是有一条一条细的纹路 而扁桃仁的纹路呢 它是有一点这种弧形的 这样的一个弧形的 而杏仁呢 它就是直线的 而且在个头上来讲 扁桃仁要比较大 杏仁比较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食物中的双胞胎 确实让我们难以一时辨认 但是大家一定要区分好这些食材 因为功效的不同 会有不一样的用法 希望这些食材都能尽其所用 为我们的健康添资生财